水堤硬生生被扯开,整栋大楼往侧面倾倒 高楼屯不断冒出浓烟,但无法直接涉水抢救 就怕高温的水蒸气伤人 在局角落还有民众裹着棉被无助地站在断源残满缸中,进退两难 连搜救队员都只能往高处站,便用肉眼搜寻受惠民众,便指挥现场 地震前后对照,台南永康围观住上混合大楼 原本一二楼都是店面,现在全在同一个基准水平面 而且大楼地震当时往背面方向倾倒 等于后方这一整片的平房地震之后,全都被压在倾倒的大楼底下 很难想象到底还有多少人目前仍然受困,甚至是已经合上了眼